一打开拉环气泡满意而出 可口可乐以独特的口感在非酒精饮料市场打下一片江山 成为许多大人小孩的最爱 现在这一间饮料大厂确定将打破132年的历史 跨足酒品事业 就是这一款柠檬口味的气泡酒 可口可乐撤下大众印象深刻的红白瓶身 换上以生蓝为主的包装 并取名为柠檬糖 今天正式在日本上市 柠檬糖的酒精浓度有3、5、7%三种 包括咸柠檬版本 另一个版本则加了蜜和柠檬 里面全都没有任何可乐的配方 可口可乐这次从有1300万人口的九州出发 希望能在三德利、麒麟、昭日等对手 强烈的竞争下力争气泡酒市场 其实这并非可口可乐首次于酒精饮料搭上边 该公司在1977年到1983年之间 曾经拥有过酒品事业 但从1886年以来 就从来没有直接贩售过酒精饮料 这一次睽违了130多年 日前可口可乐在日本福岗 举办新品饰饮会 吸引了数百人排队尝鲜 真正上市之后 是否还能够维持这样的高人气 值得观察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 刘欣整理报道